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不用烤箱也能在家做松暖好吃的面包 南瓜心切薄片,上锅蒸10分钟 到大碗里,压成泥 再打个鸡蛋,这样做出来的面包会更蓬松 加酵母,充分拌匀 如果喜欢甜的,这时候可以加些糖 倒进面粉,搅成面絮,加勺油 下手揉成面团 把面团移到面板上,像洗衣服一样揉搓 一直揉到面团表面光滑就可以 盖上保鲜膜,放温暖地方发酵到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像这样有很多的蜂窝 按板上倒些油防粘,把面团排气一下 分切成四份,再团成圆形 盖上保鲜膜,防止变干 再准备四份,再准备四份豆沙馅 把面团擀薄,包进豆沙馅 再擀成牛舌状 用刀在面皮上切几刀,捲起来 用刀在面皮上切几刀,捲起来 往里刷成油,再淀在油脂盘扎 放进面团,再散保鲜膜,洗面十五分钟 明显有变大一圈刷成蛋液 盖上保鲜膜吃些小孔 上锅蒸35分钟 蒸好后再焖3分钟 脱模刷成蜂蜜撒些椰龙 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特别的蓬松又炫暖 营养好吃不上火 但早餐特别不错 老酒 genre 吻完蛋液 罢子 往下